第五题 实验后该采用下列哪个方法 才能正确检验小株打粉受热分解的产物 小株打粉受热分解的产物 如方程式上所显示的是 碳酸钠、二氧化碳跟水 选项A 以红色色维释子检验产物是否有水 这个是错的 那么红色色维释子用来检验的是酸碱性 不是检验是否有水的 选项B 以红色绿化雅固释子检验产物是否有水 绿化雅固释子检验水的是 没有错 但是无水绿化雅固释是蓝色 油水绿化雅固释是粉红色、红色 所以红色绿化雅固释子已经含水了 就不能够再检验水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以澄清石灰水检验产物是否有碳酸钙 这个是错的 澄清石灰水是用来检验二氧化碳的 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中 会产生白色混浊、白色沉淀 这个白色沉淀是碳酸钙 所以选项株释是对的 以澄清石灰水检验产物是否有二氧化碳 第五题问我们说 该采用下来哪个方法才能正确检验 小树打粉受热分解的产物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 以澄清石灰水检验产物是否有二氧化碳 对你三氧化碳出发 是否有三氧化碳出发